历史世界频道 越南国民党 中文简称越国党 是一个在20世纪早期的争取越南脱离法国统治的革命政党 法国在中法战争之后 获取了北越的控制权 法先战争之后 法国合并安南、东京、北越 交纸之纳与柬埔寨王国为法属印度之纳 辽国在1893年加入印度之纳 法属印度之纳一直维持到1954年才忠告结束 上述地区的君主、越南皇帝、柬埔寨国王与辽国国王 在表面上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但在实际上却只是三个傀儡 越南国民党在1920年代中已建立了雏形 当时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河内建立了一家发行革命刊物的出版社 南童书社 1927年 该出版社因为受宗主国法国压迫及查禁而被迫终止运作 其后 该党在软太学的领导下而成立 该党参照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 并在北方吸纳了不少追随者 有以教师及知识分子为重 可是在吸纳农民及工人方面则不太成功 自1928年起 越南国民党便因为不断暗杀殖民地官员及其合作者 而受到当地的居民及政府注意 1929年2月受越南人憎恨的殖民地劳工贩子 二维巴桑被暗杀的事件 则是其党发展的转列点 虽然该暗杀的主事者的身份在当时尚未明朗 但法国殖民地政府则指越南国民党要负上责任 而采取扫荡行动 在大约1500名党员中 有300至400人因此而被捕 当中更包括党内不少领袖 软太学成功逃脱 在1929年底 该党因为内部分裂而被削弱 鉴于法治政府加以施压 越南国民党改变了政策 由零星及针对特定人士的暗杀行动 改变为一次性的大规模起义 借此驱逐法治政府 在储备了自制的武器后 越南国民党在1930年2月10日 策动安配要塞的200名士兵起义 号召应知全体人民举行反对 法国殖民者及推翻傀儡软朝皇帝宝大的暴动 但法军反应迅速 仅用一周时间便将起义镇压 阮太学及其他在起义中的领袖则被拘捕及处决 自此 越南国民党在国内的政治势力便一决不振了 这次叛乱是越南在秦王运动平息以后 最大规模的动乱 叛乱者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公众的注意 最后引发更大规模的叛乱 推翻殖民地政府 越南国民党在此之前 就已经进行过不少秘密活动 他们原本要对红河三角洲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不过这个计划最后因为风险太大而流产 党内一些残余势力继续以和平的手段抗争 而其他的党员则逃到中华民国在云南省的基地 获得军火及接受军事训练 在1930年代中期 该党因为胡志明的越南共产党成立而进一步视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越南被日本占领 而两党的军队则稍有合作抗敌 争取越南独立 可是在一次争执后 胡志明则清算了越南国民党 而他所领导的越盟则成为当时唯一的反制武装力量 日本二战投降之后 越南南北分别由英军和中华民国军队占领 在中华民国的支持下 越南共产党与越南国民党合作组成了北越的第一届内阁 南部的英军则逐步归权与印度支那原有的统治者法国 经交涉 法国同意北越以法兰西联盟的成员身份独立 却不愿意让越南统一 法越战争后 法军全面撤离 而越南则分为南北越南 越南国民党的余不逃到反共主义的越南共和国 感谢你收听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哦 感谢你收听 感谢你收听 Kit